台北11日综合电维持血糖稳定对健康至关重要 先前台湾有一名患者为了随时了解血糖变化 于是便将侦测血糖的机器佩戴在身上 一旦犯后看到血糖飙高就会去运动或走路 每次只要走路一小时后血糖立刻明显下降 让其感到十分有效 医生提到真正有效控制血糖的方法 是在用餐后进行15分钟的散步或快走 更对减重有良好注意 台湾营养师李婉萍在个人粉专发文提到 门诊有患者做血糖连续侦测 把侦测血糖机器佩戴在身上 从此就能马上看到饭后血糖会飙高到180毫克每天 L正常空腹血糖为70-99毫克每天L 饭后血糖80-140毫克每天L 便立刻去运动或走路 每次只要走路一小时后 血糖立刻掉到110毫克每天L 十分有效果 之后该患者回诊 李婉萍问及其血糖状况 对方表示有比较好 应装了连续侦测血糖机 只要发现血糖高 就去走路 不仅效果很好 也更心甘情愿地去走路 李婉萍强调肌肉可以吃血糖 不论哪种形态的运动都对稳定血糖有帮助 尤其是有氧运动 民众不妨可由此入门做起 台湾嘉一及减重专科医生宋燕人过去也曾分享控糖三招 包括控制糖类摄取 确保高品质睡眠及增加运动量 其中针对增加运动量 他就指出真正有效控制血糖的方法 反而是在吃完食物后进行15分钟的散步 或15分钟稍微快一点的走路 这样的运动效果 对于血糖控制是最好的 他说若一天吃三餐 同时也运动三次 不但血糖控制好 体重也会降得比较快 至于为何运动有如此效果 台大医学院名誉教授黄天祥 曾在民意观点中说明 运动一方面会使肌肉消耗掉一些葡萄糖 另一方面也会使胰岛素效用提高 促使血糖下降 因此糖尿病治疗除了饮食控制以外 运动也是可以逆转血糖的一个办法 文台湾中时新闻网